持續帶領來關注海葵颱風造成的後續影響 目前記得現在所在位置就是台東的工友市場 今天雖然是停止上班上課的 但是一早還是看到很多攤商先來整理自己的攤位 另外我們帶領看一下經過海葵一整夜的洗禮 機車倒的倒 歪的歪 有些後照鏡甚至都已經折斷了 那還有一些後車廂也許是全部都打開物品四散一地的 旁邊甚至還有一些新車 相信到時候車主來的時候一定是很心痛的 另外再帶領來看 經過整夜的洗禮 這邊不只有一些斷枝 還是一些樹木都擋在道路上之外 旁邊的一些攤商也都被吹到位移了 原本的位置很明顯一定不是在這邊 都往旁邊的來移動了 那可以看到這個鐵架 其實一開始看一定是擺在這個上面的 但是現在全部都掉下來 而且我發現它這個旁邊都已經斷裂了 到時候店家修復可能要花很長一段時間 還有這個營業用的大冰箱 一開始相信它應該是直立的 但是整個都倒下來了 所以到時候攤商過來的時候 清理可能要花費好長一段時間 另外再看到這間攤商 這個三角窗這邊 它的整個遮雨棚已經是被這個 昨天不敵強風 整個都已經是吹歪吹落了 旁邊還有一些菜什麼的 到時候或者是一些這些營業用的秤子 也幾乎都是整個都已經掉在地上了 另外我們剛才也訪問到旁邊賣菜的阿姨 阿姨說其實目前它這樣子看來 還好沒有大件物品的損失 大概只有一些菜 昨天來不及收進來的被雨淋壞了 但是我們剛才問到說 它今天是否會繼續營業 他說等等看一下整理的狀況 再來後續評估 他也說這條道路上 其實後面有一個已經在這邊很久的老樹木 現在看我們遠處看到其實它已經現在橫躺在整個道路的中央 車子都要繞到過去的 那海葵台風呢 雖然已經轉落為青台 那目前現在記者所在位置在這個台東的市區 風一陣一陣的 雨勢也是一陣陣的 所以目前對整個台東還有花東地區的範圍 影響還不算完全解除 觀眾朋友一定還是要特別留意 以上像真情形 主播 那應該是否要爆發 還是 quieren存在這裡 另外一位 所以我們把這套家人選擇 這套家人選擇 大家要試過